鸚鵡螺與橘石長的超像 來猜猜哪一個是活化石 哪一個是化石呢 最簡單的一個區分的方法 就是看它的體管的位置 它體管假如是在正中間的話 就是鸚鵡螺 那它的體管假如跑到旁邊的話 就是橘石 還有全世界最大的橘石 究竟有多大呢 埃及的一個神話的神 叫阿宏城 中山大學的化石巡迴站 來到建德國中 在賴博士的趣味解說下 讓人閱讀地球的記憶 演化 它是基於一個基因的差異 然後累積了非常多的年代 所以它們在形狀上 大小上 都會有很大的變化 那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地球上的生物的千變萬化 這種非常有序的部分 讓大家也能夠學著 試著去 去欣賞 然後這些我們地球上的生物的多樣性 師長們仔細觀察 感受這億萬年大自然的魅力 更能與在地有更深刻的連結 透過這一次的研習 我們就更能夠去區分說 橘石 然後跟鸚鵡螺 它要怎麼樣去分辨它的一個差別 然後還有它的一個演化的一個歷程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幫它做分類 那因為我們是地處於基隆 那我們在海邊或者是我們在戶外 能夠常常去發現到化石的時候 那我們第一個就可以讓我們有一個判斷的先輩知識 透過品頭潤足 投足類化石展出 讓學生對海洋化石生物演化 環境與氣候的變遷 還有台灣化石與本土環境之間的關聯 有更深的認識 同時也能了解化石在科學研究 及一般生活上的重要性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